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看消息呢 乱了 全都乱了 它乱的最大基点就是预测 预测 民调预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那它有人砸盘子 就是有人用钱砸盘子 你就看谁的钱多吧 我们原来跟大家解释过 有钱的地方呢 钱不会撒谎 对不对 所以在美国就出现了三个比较多的就是博彩的 博弈博彩的民调 但博弈博彩民调它盘子小 盘子只有几千万 不到一个亿吧 大概一个亿 那这里头就出现 钱不会撒谎 这是肯定的 但如果人家有钱 在政治选举中有钱 他拿出一个亿 在你这个盘子里头砸你胡来 那就没招了 对不对 他到你博彩的盘子里砸钱 是为了做广告 是为了搅乱这个场面 不是为了在博彩当中挣钱 他不是来赌钱的 他是来花钱的 他就给 又给这个平台就给砸了 现在出现 就出现这个场面 那这个场面呢 我自己搅着川普 真的是挺 在真的是 真的是明白人 边上有明白人 他本来一直在用Polymarket 用这个博彩 博弈的这个预测 不叫预测 就民调 但后来他出现 发现出现砸盘子的时候 他改了 他不用了 他不用 他用了另外的 在他眼睛里认为正常的民调 或者说起码对他有益的民调 而普通老百姓看的民调呢 就 跟你说 就是晕才 那在涛哥怎么看呢 涛哥看为 就是我们在昨天的 昨天的直播当中听到 叫报复性投票 报复性投票是指 针对民调 无可奈何的人 针对被金钱 被权势 操纵的现实场面的一切 都是无可奈何的人 那他唯一能够做到就是出门投票 而这四年里 当走到最后一天 最后这一锤子 锤去砸民调 然后去摧毁民调的 他的信誉 用钱去摧毁民调信誉的时候 代表着走到底线了 在我眼睛里看 所以这是我跟朋友们分享的故事 就是我一会儿跟大家展示这个民调的问题所在 人们摧毁民调 在美国 在台湾大选也是这样 最后就看民调 五花八门 什么样都有 然后呢 大选投完之后 so what 没人去承担责任 所以这就是代表着道德沦丧 这个就是控制媒体的人 掌握钱财的人 控制权力的人 一些政客 道德沦丧到极点的标志 这我就这么讲 但是呢 他反过来就说明 美国社会本身将会出现一种 很极端 就是很大量 很极端的投票场面 在我看来是这样 所以最后的博弈 就是摧毁民调的诚信 美国大选最后博弈 这是一个interaction polls 这是在上次大选中有 帕里斯领先川普一个百分点 49对48 这是30分钟之前的民调 这是叫凯雷舍尔 大概在这是什么 15个小时之前 出现了哈里斯领先川普 6个百分点 那他 你可以看一个 这是他变化的曲线 他变化曲线出现在哪 一天之内 就是鬼节之后一天之内 哈里斯突然领先了 突然就强盛起来 所以他就搞不懂了 一下强盛甚至超过了川普 而之前呢 川普曾经领先到百分之 领先到多少 这是另外 这就是53%对47% 就川普一个跟头跌下来了 哈里斯一个跟头上去了 这就都是他自己民调内容 那都是出现了鬼节之后 咱坦白说 那这是一个小时之前的 川普又领先了 川普变成52 哈里斯变成48 所以为什么出现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就这么个标志 这是一天之内出现的 那这个东西呢 就向拜登曲线 威斯康星拜登曲线 这家网站 博彩的网站 8200万 它的平台 就是整体的盘子 8200万盘子 人家拿出一个亿来 不就把你盘子就给砸了吗 那这个是今天 六个小时之前 纽约邮报登的 纽约邮报的 他自己做的民调 这个民调呢 是被川普接受的 我们就这么讲 被川普接受 川普不再讲他的 为什么叫被川普接受呢 川普在他自己的 这个推特账号 X账号上 就引用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 北卡川普领先3.4 佐加川普领先2.5 亚利桑纳川普领先6.5 内华达领先5.5 威斯康星领先1 密西根领先1.5 宾州领先1.8 川普就 就就 完全接受这个 这个说法 说法对于错呢 我们放一边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它的背景环境 是这样 就是最后的博弈 就最后的博弈成为了 成为了这个 民调的博弈 而民调的博弈的本身 却成为了一种欺诈 很遗憾 我用这个欺诈这个词 但真的这是欺诈 这是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那这段内容呢 就是昨天 普京说 川普呢会 川普上台会这个停止战争的 所以呢 他们 我们会支持川普的 那这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称为叫选举干预 我觉得你怎么样都成 因为呢 他的说话本身 会对美国选民产生巨大影响 他公开去支持川普的话 那川普怎么说 但是这段话的本身 可不是今天说的 这段话本身是七月 七月三号到四号 他在 他在俄罗斯自己的本土上说的 但是呢 这条消息 却被 选举成分当中 昨天晚上拿出来 所以这 这就是代表着 在放出这个消息的人 他有着目的 有着一种故意影响的 那我 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他的复杂程 就是现在的复杂程度 也就说 也就说 普京在七月三号四号 讲这话 由他当时的环境背景 他去支持他 但是 当有人把这段话 在这个时间点上 给切进来 在X上被披露出来 所以这个人 他是真正的目的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很简单 就美国大选呢 美国大选今天 没有 在大多数人的做法中 没有君子可言 你只看到 不择手段的一种操纵做法 那这就是当代科技 当代现代科技本身 所自然引发出来的场面 有些太乱 我今天看了一些资料 我依然感觉很乱 这个乱的程度呢 就像我在直播中说的 不同于以往 不同于过去的 那段时间里面 但是有一点 我个人比较相信 就是报复性的 大规模投票 会出现 因为 这么混乱的 在社交媒体上 去展现 说 对任何一个普通的人 都会意识到 他被欺诈 他被权力者欺诈 被玩弄者欺诈 被有钱人欺诈 他是被欺诈 所以当他被欺诈的时候 他能够采取的报复的方法 这个被欺诈 是跟整个过去 政府运作有关的 那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他的第一修正案 跟第二修正案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